234 新報,戶指全州跌12%,有望收復4000點 2015年7月4日要問A01碟加下應戶指昨日再度大跌超過5% 收報3686點,全州累跌超過12% 昨日收市後,中證監再度制出6招救市措施 希望穩定股市,為市場意見分歧,較樂觀認為招數存在跌加效應 若果市場向好,戶指有望逐步收復至4000點左右 戶指昨日再大跌超過半成 雖然戶指增經一度由跌超過7%,回穩至升不足1% 但午後戶指再度向下,全日跌225點或5.77% 收報3686點,深城指報12246點,跌678點或5.25% 創業版報26005點,跌44點或1.66% 護心兩市成交約11531億元人民幣 夏同,中國銀性財富管理首席策略師國家要表示 期望護指下週可以高開1% 預計升幅會逐步擴大,整體市況有望改善 而反彈速度則要似乎市場信心收復進度 短期目標是重返4000點水平 要財政券研究部經理直耀輝認為 中央再出招救市,主要在於恢復投資者信心 不過問題在於現時很多股民已經選手 是否再有意欲入市成儀 所以措施成效有待觀察 短時間繼續看淡 A股表現,中央出招恢復市場信心 他指出,從內容上看 早前推出容許勸商自行離定斬貓展 政策成效應該最為顯著 中信銀行、國際、首席經濟師兼研究部總經理 廖群認為,措施成效要視乎蝶加效應如何 但他個人認為出招力度不足 期待當局再使用有力招數 他指出,槓桿至今不斷萎縮的情況下 放慢新股供應速度是最實際的措施 因爲股票市場有供稅問題 另外,他亦期待保險資金入市的效果 相信下週將有險資入市的新消息 記者白詩目報導